我们在之前My Cs Journey的部分 邀请了很多名校的学霸来进行分享 这些包括Cs四大名校 MIT 斯坦福 Samuel Joseph Berkeley 以及康奈尔 哥伦比亚 布朗 乔治亚理工 等等非常著名的Cs名校 这些嘉宾的共同特点都是Cs名校的高材生 那我们今天的学生不是直接从事Cs行业的 她的维度算是我们Cs行业的金主姐姐 她来自只投资高科技公司的著名对冲基金 口吐的哈佛学霸 我们的家长聚在一起经常都会聊到 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趋势下面 钱它是往哪里流动的 我们的孩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那么我们今天就请我们Cs行业的金主姐姐来讲一讲 他们会投资一些什么样的公司 喜欢招什么样的员工 从钱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计算机行业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迫不及待 想听今天的嘉宾分享了 不过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先看一段视频 了解一下我们Xcamp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Xcamp的公众号和小红书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官方小助手 了解我们的编程知识 好 那我们先看一段小视频 也等待一下更多的人 我们先看一段小视频 Xcamp's curriculum system and training methodology is inherited from Mr.SienYu Xu a Chinese diamond level international gold medal coach our staff here in the US is mostly composed of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s from tech companies in Silicon Valley and prestigious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from top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we have strong support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mpetition winners in our coach team from beginner level python to classic C++ courses and competition honors courses Xcamp's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all different levels by participating in team-based competitions and facilitating frequent group study sessions Xcamp also fosters an environment of collaboration to build each student's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code as of mid-2023 more than 200 Xcamp students have reached USCO Silver Division and above including 30 in the Platinum Division and 12 were selected in the US camp out of which 7 were fresh from the 2023 season and one is selected for the US national team in 2022 and 2023 in Stanford's and UC Berkeley's renowned high school programming competition Proko and Calico Xcamp students won first and second place in the advanced division in other well-known Bay Area programming competitions such as the hardcore programming invitational and teams code Xcamp students have won both novice and advanced groups top places and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participants to problem writers here at Xcamp we believe that children have unlimited potential and can change the world through coding 好 谢谢大家 Jules呢 高中毕业于人大附中 他在哈佛学习数学和历史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专业 毕业后呢 就进入了金融行业 先后在多家的知名金融企业工作 现在就职于美国非常神秘 但是利润非常惊人的 最对冲基金 KOTU KOTU呢 是专注于科技股 TMT行业的这个投资 在2020年疫情最糟糕的情况下 这个KOTU的创立者 菲利普拉丰呢 他个人也凭借着非常精准的 这个投资眼光 成为了全球十大对冲基金经理的 第七名 不是高频交易却能够把这个下谱比率 做到四高的像造假一样 可见KOTU呢 对这个科技行业的脉络把控是非常稳的 不了解金融行业的朋友们也不要紧 就是知道在华尔街 众多的这个对冲基金当中 抗跌是KOTU最典型的标签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的这个KOTU的姐姐呢 会给我们从金钱的角度来分享一下 对这个计算机行业的这个观察 作为未来的金主 Jose呢也会为我们孩子的创业提供最大支持 他也帮助KOTU的投资的这些优质企业寻找合适的员工 同时呢KOTU本身也投资大量的金钱 在这个投资研究当中 KOTU的雇员里面一半都是投研人员 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CS行业的大学毕业生们 非常好的一个就业方向 所以无论是要创业 是要在金融行业和CS行业找工作 今天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 你们入会不亏来着了 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那么我说了这么多 也请那个就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你好 感谢邀请我来到这次的活动 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是北京长大 然后你刚刚说的 在国内任大副读完初中高中之后 来美国读本科 然后当时其实也是非常传统的 国内一直是走竞赛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还在本部是高考 然后要文理分科 最后仔细想了想 感觉自己兴趣还是在文科 所以当时比较执着的选择了文科 之后大学申请之后 我其实开始进入哈佛 哈佛大二的时候才需要订专业 所以我大一的时候 一共每个学期四门课 我上八门课 其中上了试了七个不同的专业的课 然后唯一重复的两节课就是历史课 觉得自己还是对历史很喜欢 之后在大二上的时候定了学历史 但是感觉文科学的多了之后 觉得还是缺了点啥 然后很多关于历史 包括学的文科 很多stereotelling 很多读大量的文献 但是感觉就是大脑 另外一半没有太用 所以之后就学了一些 就是statistics的课 感觉虽然很有意思 但是intellectually not as interesting 所以就转到学 重新把数学捡起来 学了数学 之后毕业 也是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向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还想过要不要继续走学术的路 比如说读个历史PhD 然后一直走academia 还是去金融 还是其他的方向 还是尝试了不少 最后决定全职 先进入BC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做咨询 然后过了两年来到湾区 觉得还是对科技方面 科技投资更感兴趣 所以加入了一家私募基金 主要是投资软件的方向 现在来到CO2 CO2本身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公司 我们从就像刚刚介绍的 从对冲基金就是二级市场到一级市场都做 现在我们不仅看二级市场的科技股 也看大量的风头和创始人 所以我一般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和很早期很早期想创业的创业者 他们的天使轮 种子轮 这样的进行对话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科技行业过去几年 不仅是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早期还是晚期 还是对AI的冲击也好 看了很多 所以也很期待这次和大家交流 太期待了 我们也都非常的想知道 就是说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和你自己 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和你对这个行业整个这个历程的一些观察 那么我们现在正好是大学申请季 我们来还是稍微谈一谈 就是这些所有成就里面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吧 你当时是如何考上哈佛的 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很难考的这个top 10学校里头 哈佛也是最难考的 很难琢磨的一个学校 你当时的 我知道你可能你的标画和活动跟现在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你当时也是没有什么AP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我们就是依然想就是参考一下说 参考一下就是说你当年你的标画和你的这个活动做的怎么样 你当时我记得也是接了其他的学校的一些offer 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学校 然后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哈佛 你为什么会选择哈佛呢 到高中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一直到现在也让你觉得就是受益匪浅呢 我是快十年之前申请的 而且我当时是从国内直接申请美高 也不在国际学校 所以课程就是正常的中国课程 也不在就是其他比如说IB或者其他这种系统里面 所以当时很多这个申请的过程和考量和现在很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即使当时申请我觉得很有很有 very lucky 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方面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即使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金融行业 见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有两种不同的人 一种是他们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一直冲着这个方向发展 另外一种就是我当时比较相似的情况 我之前一直是做竞赛 但是又对文科很感兴趣 所以如果非说你我当时也没有到比如说这个各种国家队或者任何这种没有到这个阶段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大学不是你这个intellectual pursuit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看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潜力发展 所以我想展示的是我在各个方面非常广泛的兴趣 然后能够把我对不同方向的兴趣连接起来 然后有一个非常holistic view 我记得当时跟很多我的面诗馆聊天的时候 我当时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个Jewish history 在就是中世纪欧洲犹太流浪的这么一篇文章 然后把这些后比如说之后再读的一些德国文学 然后再和有一些化学反应当时给我的一些印象连接起来 然后我希望通过这种小的细节体现出来 虽然我没有说我一直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对很多不同的话题都很感兴趣 然后把这方面的自己展现出来 我觉得当时是当时是就是以这种这个主题申请大学的 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之后 对大学的计划 包括对刚刚开始就是进入职场生活 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觉得最后我们很多选择的职业 如果你想做到顶级 我当时在想的是 做的最好的人 他们不仅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座 而是他们对这个方向真正感兴趣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看科技行业 我每天如果只是我早就晚五的看的话 和相比于其他那些就是遭思暮想的人 我对他的了解 我对他知道的程度肯定赶不上 而且知识行业 尤其是我们金融行业 你最后对你的评价标准是你的判断 那你做出这个判断 是否正确或者是否优秀 跟你的知识和你 Time you committed to it is directly correlated 所以这个东西是在长期会一直compound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比别人烧两个小时 或者明天比别人烧两个小时 十年积累下来 我是肯定做不到和相比于跟我同样一个行业做 但是他们更越花时间能相比较 而尤其是在金融行业 并不是一个zero sum game 很多时候是有power law 所以最好最好的投资者 或者最好最好的创业公司 一般是能拿到大头的 所以我最后再想的就是 那我一定要对自己非常诚实 我到底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然后积极探索 因为只有到底搞清楚的 我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才能帮我更好的研究出来 到底是什么 是我喜欢做 我能做 以及这个市场需要的行业 然后再希望在这个Vin Diagram里面 找到它最中心的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 能够反思 不停的反思自己对什么感兴趣 然后如果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 然后不断去追求它 我觉得这个态度一直是 从大学申请的时候 帮我看得更清晰 然后我希望能够一时坚持的一个态度 是的 我就记得您的简历里头 其实有一段活动 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持续了很久 从高中开始你其实就很关注于女性的这个权益 一直到大学 甚至一直到现在 我看你参加了很多活动 都是跟这种女性的权益 女性的力量都是很相关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持续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就是 开始时候也没有这么 直接说觉得我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从小在 一直在理科班 所以就跟 你比例一直非常不平衡 50个人一个班 大概可能40个男生左右 所以之后我开始进入金融行业以后 也是非常明显的现象 我大三时候在高盛实习 当时明确就是实习生里面 男女比例 1比1就是对开 但是会发现随着这个seniority往上走 女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包括现在 比如说我们看着很多创业者 有时候我在最开始种子文 天使文的时候 看到的女性创业者就已经很少 那肯定就是你到最后 如果你能找独角兽创业者 其中女性当然会少之又少 所以我觉得 当然有这是很多不同的元素吧 但是我也希望自己现在在投资者这一方 能够帮助更多的女性创业者 或者说对这方面感兴趣 对stamp感兴趣的女性 能够给她们一些帮助 力所能及给一些帮助 是的 我们会稍晚还会谈到 就是在这一周 就是在这一周 还参加了亚马逊的这个创投大会 对吧 然后有特别是有一些女性投资者的一些 女性的这种创业者的一些案例 可能会稍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 我们就谈一谈 既然刚才说到已经进入哈佛了 你在哈佛的学习和工作是怎么样的 我们其实最开始就已经听你谈到过 就是每一个学生 我们看到他都是他已经成功成型的样子 其实你在哈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你也参加了一些社团 参加了一些活动 你也是在进行了一些探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哈佛大学的这些生活呢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 一间学校 我觉得我很 当时之所以很想来美国 然后也很感激 这样一个系统的原因是 我自己觉得我兴趣很多 但是很多其他教育系统 主要都是你到了大学之前 就需要定你专业学什么 你到了大学之后三四年以来 你就一直冲着这个专业学 像我在哈佛 我第一年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而且我发现 可能也是因为跟我在国内教育 体系里面长大 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到的学校是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单一的 衡量你成功的系统 之前比如说在学校 应试教育里面成绩很重要 但是到了大学发现 我的室友 大家感兴趣的事情都不一样 有些人真的就是学术很钻研 一直想往学术这方面走 有些人对之后创业很感兴趣 他们可能不怎么来上课 但是有各种project 然后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东西 但有些人就直接撤写创业了 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对戏剧很感兴趣 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花很多时间 排戏写戏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追求 我觉得当时也是让我很开眼界 第二个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是 我发现大家都有很远大的梦想 就是的确有一些年轻人的这个执着 就是网合学校 就是你可以改变世界 你的梦想很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挺感触我的 因为很几 就是如果尤其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为了眼前 比如说下一个暑假的时期是什么 或者我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但是包括现在我们见到创业者 就是那些有远大梦想 同时能够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过去的人 我觉得往往是最令我impress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在学校也见到很多 就是既看得远的同时 也能够实际做很多事情了 我觉得当时对我影响还是很大 第三个就是我很感激 我在学校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有时候我学习能力很强 但是有时候需要知道 what the best looks like 包括我们现在对创业者 尤其是年轻的创业者 我们给的建议也是 就是你的潜力无限 你的能力无限 但是你首先要知道你要冲什么方向走 我觉得在学校不仅是我身边很多朋友 还有包括整个学校的校友系统 让我认识到了 就是在各行各业 他们最最拔尖的人 他们每天是怎么工作的 他们的大脑怎么运转的 能够帮我很好地衡量自己 说两年之后我也要成为这样 或者五年之后我也要成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能给自己不停地 有不仅有远大的榜样 同时你也知道两三年之后 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 有这么一个标准 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大学肯定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时候 但是就是生活比较简单 你每天做的都是自己 基本上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然后还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坐在你身边 然后大家都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肯定都会有迷茫 都会有挫折的时候 所以你当时的那个标杆 标杆偶像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当时有很多 有一些就是 我当时在一些社团活动里面 可能就比我大两三级的学姐 然后我发现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看他们真的披荆着 这样积极得很了不得 有些时候是 大家 我觉得在哈佛看到的很多很成功 但是很谦虚的人 你在大街上就是见到 就是有时候聊一聊 我之前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我的这个教授 他就 我在办公室这个 还是 都灭了 就是他和他 我之前经常去他们家喝茶 就是两个已经非常非常有成就的老教授 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然后也非常好奇 年轻人在想什么 也非常谦虚 然后 我当时这样就让我感觉到 就是有很多我非常敬佩 但是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成就 也是因为他们为人处事的这种方法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激 能够和这些人非常深入的交流 而且就是说交往的朋友 非常的厉害的话 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些眼界上的一些拓展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你当时也是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个尝试 从历史一直到数学 然后一直到你刚才说有七个方向都在 都在到处探索 你到时候 但是我发现你定下来自己想要去的 这个方向还蛮早的 就是说你的第一份实习和你现在的工作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你当时是怎么样就是选择到了自己的这个职业呢 我就是这个Jensen Jensen 黄文V的Jensen 他之前前几个星期做了一个比较长的podcast访谈 他其中提到了一点 让我很有感触 就是大家问他说 你如何选择和把控未来的机会 他说没有人能够知道 未来的机会一定在哪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你get close to the opportunity as much as possible 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自己的approach 就是你不需要是苹果掉下来 第一个捡到苹果的人 但是你大概站在一棵大树下面 然后在事情其实发生的时候 你能够非常快的灵活的adapt to it 我觉得这也是我对职业选择的一个方 一个态度就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希望能够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是 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能做好的事情 和这个社会需要的工作中间的overlap 所以我当然就是像所有应接生一样 去各种各样的招生活动 但是同时我要尽早在我的职业当中 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 对什么感兴趣 以及我什么东西能做的好 有时候一个东西你很感兴趣 但是你未必能做的好也不好 有些事情是你很感兴趣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职业 比如说我现在还是很喜欢文学 还是很喜欢艺术 但是我发现 如果我真的professionally成为一名小说家 比如说 那我可能对我和我写的东西的关系 并不像我作为一个这个hobbyist的这么纯粹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作为职业 有些东西是作为兴趣 把它想清楚 然后之后就是不停地探索 因为我现在回想 我在大二大三选择实习选择的工作 和我现在在选择工作时候的标准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大二大三的时候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在学校也反思很多 大部分的时候是focus on optionality 就是我做的这个实习 它不能够带来下一份实习 或者说我做这个实习能不能帮我的简历变得更好看 但是比如说等我到了现在 我发现我更关注的是 我到底对这个我学习内容感不感兴趣 我周围的同事是什么样子 我们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我们公司追求的价值是什么样子 这些东西就对我来说更重要了 但是如果你让我跟我大二的自己说 你应该更关注这些 那时候也不会很理解说为什么 也不会很关注这些内容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就不停地试 然后有些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经过一份实习之后发现并不重要 另外一些东西我觉得不重要 在实习了之后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我的第一个当时选择的方法 就是我不停地尝试 所以我现在领域上写的 当然都是跟金融最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国内做过投行 在美国做过投行 然后做完投行之后 最后发现更感兴趣的是商业那部分内容 而不是这个financial engineering内容 所以就之后就转到咨询 做完咨询的时候也试了不同行业 我当时试过consumer试过climate 试过nonprofit 然后最后发现还是对科技行业更感兴趣 当时并不知道 比如说我做科技投资的时候 是想做一级投资还是二级投资 还是什么时候 但是觉得真正科技 大部分的有意思的科技公司都在西海 所以想先来卸航看一看 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去哪 所以并不是说 而且我觉得我周围大部分 当然有少数是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大部分人是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的态度就是尤其是在大学期间 是一个试错的几段 那就一定要越来越分析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be honest with yourself 比如说我 我是一个马农 我知道我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感兴趣 那我就做一份能够让我不停的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也认识很多就是创意公司的CTO 然后发现自己不喜欢逐渐成为一名管理manager 还是喜欢写码 然后他们可能就CTO待了两三年公司变大 变大了之后就请一名外聘的CTO 然后自己回去继续写码也有 有些人发现我其实更喜欢 组理管理团队 那他们可能就往另外一方面走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想清楚自己是什么 然后唯一能够帮助自己处理这个思路 就是你去尝试不同的实习 我跟我很多学弟学妹 也在说大一大二实习 然后很多人都是非常注重 去大公司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简历出来 我觉得大一大二你还有很多机会 把你那些你觉得你会很感兴趣 但是你以为未必是好的职业方向的事情 先试一试看你到底感不感兴趣 然后等到大三的时候 也许肯定需要更practical说 这个是我的return offer 所以我需要去一个比较好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 我也有很多朋友就是 你做了很传统的 比如说两年投行 两年私募 然后又回商学院读了两年 然后大学毕业六年 在商学院的时候又重新想说 我到底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还是没搞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成为那样 就是说我到了可能毕业之后 五六年了还没搞清楚 自己想做什么 我想更早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就以一种更尝试的态度去选择事业 是的 我稍微总结一下 总结下来就是 就是呢建议大家就是尽早的去尝试 然后这样并且是不同方向 然后去尝试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尽早发现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能力是在什么地方 而且同时要结合这个整个 这个时代的这个大势吧 然后你大概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个职业上的一个成长 可能我觉得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他现在进入的这家公司呢 也是非常的厉害 他自己在这里做的也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 Q2的这个在这个地方 他现在是全球这个全美最前十的这个对冲基金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家公司呢 我们也不为他做广告 大家可能在这个行业待了 稍微待一点日子 应该都会知道他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请Jose过来呢 就是想请他从他的这个角度来 所以说就是CS和金融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这一段呢可能查理也会比较有发源前 他的女儿也是CS专业的 也是在这个花街实习 所以说我们先听Jose聊一下 然后查理一会儿你也可以进行一点补充 我有很多好朋友 大学的好朋友一直在学CS 然后之后进入不同的进入几个 我可以简单说几个 一个是大家当然都可能很熟悉的量化基金 Quant Trading 很多优秀的 尤其是在东海 没多的 很好的大学的这些CS的学生 包括数据学生 都愿意去这些量化基金 有些是做Trader 有些是做就是Engineer或者研究员 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公司 比如说在对冲基金 它本身是一个Fundamental View 所以就是不是做高频的量化基金 而是还是一个一个公司的仔细研究 说到底这个公司从这个Fundamental的角度 好还是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用很多很多的数据来看 我们团队里面 专门做Data Scientist 比做Professional Investor的人数还要多 然后尤其是现在因为AI的缘故 我们现在又开单独成立了一个AI team 然后做很多就是 我看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和我现在看的很多创业公司都类似 就是比如说最底层的当然就是帮你分析各种各样的财报 帮你找Signal 但是到后面比如说我们很多 更有意思的分析 比如说一个公司他们100K以上的这个AR的用户数量是什么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数据能找出来 包括我们自己internally过去20多年大量的notes 我们也可以找出来说我们之前是怎么怎么投资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所以有很多这样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分析 第三个我看接触很多 当然就是从这个Engineering背景出来的创业者 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接触很多从这个种子轮天使轮开始 一直到很后面比如说马上要上市这些创业者的 很多CEO也是这个CS背景的 我也接触过很多比较早期的 老板是不是也是CS背景的 我们对我们的老我们的两个老板他们正好是兄弟兄弟两个创业 然后两个人一个是MIT的CS专业 第二第二个是耶鲁的CS专业 所以我们两个founder也都是也都是一些CS出来的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是作为我一个外行啊 我都是从一些新闻上了解的这次和金融的这个关系 我记得是去年是前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新闻 在这是CMU的一个男孩子 他毕业之后在Facebook拿到了25 还没毕业之前就已经拿到25万的顶包 但是他后来去了那个花街之后 他的这个顶包是达到了57万 也是帮助这些基金公司来进行一些数据分析 然后查理他的女儿也是在学CS 然后他进行也是进行的这个在金融行业 进行了一些实习也是前面非常好的 查理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当然首先了再次感谢Joss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也是老朋友了 当然他特别忙 其实应该是一年前吧 就开始我们来计划邀请 今天终于能够来这里给大家分享 关于CS这一块的话 特别我女儿也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当然他高中其实没有特别学CS 是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去了他们学校里的CS的club 全是男孩子 只有他一个女孩子 男孩子在那里高谈扩冷 他觉得根本都插不进去嘴 就不学了 当然到了这个阁大之后呢 发现CS还真是他喜欢的事情 而且因为他当时是选择化学嘛 后来发现第二年我要找一个实习化学 一个机会都没有 除了去老师教授那刷刷刷事关 所以后来他说CS机会不错 这几年下来 他觉得真的很喜欢CS 我现在也是想说 真的很多女孩子 其实做CS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但是这里边的话 他也是因为是在纽约嘛 所以其实去年是在这个Meta 是在这个高科技公司来实习的 觉得很喜欢这边 然后呢 今年呢相当于是在这个Wall Street的一个 也是一个对冲经济了 实习 我还觉得更好 的确了像你说的这个offer的话 其实比谷歌比Meta 真是几乎是double的一个offer 当然这个地方挣钱是一个方面了 刚才之后也说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 真的让每个孩子找到他自己爱好的东西 同时假如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更多的发展空间的话 特别像这个CS 你可以去做CEO 可以做CTO 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请人帮你做CEO CTO对吧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技术 而且现在这个 我觉得特别AI真的发展很快 在以后十年这个范围之内 也许甚至二十年这个范围之内 有更多更多的机会 大家看到昨天前两天有一个这个OpenAI的 对吧 他那个Dev Day里边 他发布了 现在有两百万人在用他的这个平台的API 这可是全新的这个机会啊 对吧 一年前的话这两百万人还没有 就相当于是还 刚刚转进的就是一年前吧 这个这个事情刚发生 那现在这一年就有两百万人在做这个事情 那以后的话在这个平台里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当然在金融这一块的话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特别应用了这个CS的技术 好的 我先补充这些 你们先接着再聊 是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不管是CS也好 金融也好 其实这两个方向 它的底层的逻辑 其实是要看算法 看数据的 所以说这些联系非常的紧密 我们也是会在下面 接下来再探讨一下 更深入的探讨一下 关于这个方面的东西吧 您现在就职的这个基金 是致力于这个TMT方向的这个投资 那您自己其实也是这个方向的一个专家 你怎么看待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CS行业呢 就像刚才查理提到的 说这个OpenAI 我还专门去把OpenAI那天 就是他 我们号称是OpenAI春晚的 他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还去当了一张这个总结图出来 他里面有提到多 我现在拿着一张纸在念 他说他会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是用户自定义GPT 然后就是会用他的特定任务 来创定特定版本的GPT 且无需编程 然后还可以 就相当于他能 让你还有 他还推出了什么GPT Store 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工具 就是能代替我们 我在这个方向 就可能跟两位都提出这个问题吧 就是说他会不会让我们 就是说程序员 就因为这些人工智能的出现 而进行这个大量的一个试验呢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两个方向的讨论 一方面是就是说 觉得他会给更多的中小公司机会 另外一方面呢 是会觉得他给程序员 带来了大面积的失业 我想这方面 要不然先请Jose 给我们聊一下 从你的角度 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 但是我觉得最基准的线是 我自己对尤其是如果 尤其是在个人职业发展 和对未来的考量 包括我现在回顾我 比如说我的中学教育 大学教育 你说我当时喜欢的这各种 尤其抽象数学 现在还记得多少 的确记不得太多了 但是之所以这些重要 并不是说你学习知识 本身这个知识有多重要 因为知识永远是日新月异 尤其是在CS行业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A发展非常快 但是整个行业更新 迭代速度一直都非常快 那么到底我们在 经过这一个整个教育里面 留下来沉淀下来的东西 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 就是学习能力 就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百分之百说 未来这个职业有还是没有 或者是我们未来五到十年 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没有人能说得定 到底两年之后 我们还会不会用 某一种特定的编程语言 或者是说 这一个职业还存不存在 也不是有谁能说百分之百确定的 但是最成功的人 包括我们不看 不仅是比如说 早期创业者也好 还是即使这些大公司 上述公司的领导层也好 最好的这些leaders 他们共有的特性就是 他们对未来有一个 这个very open mindset 同时学习能力非常快 我们之前请很有意思 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security公司的CEO 来到我们给整个 co2做一个fire chat 然后当时还是很早了 他就说我过去一两个月 就让我的这个下面 对AI比较专业的这些人 给我就是努力的在学习 从这个vector database 到最上面这些 open AI各种model provider 都学习了一遍 我觉得这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心态 也是我们之所以学习 尤其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 学习这些行业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管你过去两年 学到的东西 在比如说未来里面 还有没有用 但是你能够新的东西出来 你能够很快的学习 然后不停的对世界 有这种好奇 同时我当时就到大学 学数学的时候 的确有些人 我就觉得我到大学 就是我这个数学的巅峰 我可能就到这了 但是当时我在想 就是pure intellectual horse power output 当时的确是能够帮我 再把它往前扩一步的 所以我现在在想 我现在的学习能力 我现在吸取知识的能力 我现在在 能够come up with my own original idea 这些能力 都是过去在高中大学的时候 学数学学历史的时候 锻炼出来的 所以CS本身也是一样 CS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 对于尤其现在这么一个 这个非常不确定的 未来准备的方法 不是说 我学习CS这个专业 它还有没有未来 而是说 我是否通过学习CS 学习到了那些能力 让我能够更好的准备到 未来不管是什么样 我都能够很好的应对 第二点就是 的确我们看到 现在在用AI的人 大部分人 还都是有一定的 technical background 因为这个技术太新了 所以需要大家 come around and play with it 我们这个内部也在 很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用户 一种用户是他们想自己 他们知道说 我想用这一个软件 比如说 然后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 比如他们在用OpenAI API 然后自己来做一些app 另外一些人就是 我其实作为一个用户 我比如说 我做一个salesperson 我其实不是很关注 我到底这个软件 它具体是怎么搭出来的 我就想 我就想用它来完成我的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 they want to get the whole package 所以就有点像 就是比如说Mac和Linux出来 有些人就想用个whole package 你给我一个电脑 我就用就好了 有些人说 我想自己编一编 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正是CS的专业 就是能够鼓励大家 并且经累经营 You're out there building things experimenting all the time and you're faster than ever 我们看比如说 OpenAI update出来之后 我们一两家这个 Portfolio公司的head of AI 我们当时就在聊 就直接在我们眼面前 就把他们比如说 从他们的model 从Anthropic 直接换到OpenAI 一天 一天之内 就已经update完了 当然就是随着行业的改变 他们变化也很快 另外一些公司 就要花很久 才能说具体怎么定 这个能 这个迅速转变的 这个adapt能力是哪来的 我觉得就是 这整个 尤其是engineering 这个专业 大家经历过很多 这些不同的变化之后 能够迅速学习 迅速适应 寻找新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能力是 不管未来怎么样 都会非常重要 好 那查理也补充一下 查理本人呢 他是Google的AI专家 同时呢 他也是一位投资人 所以说他的 他又长期是在 硅谷这个环境当中的 所以说可能 他也有一些自己 一些第一体验的一些东西吧 那查理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 对 刚才这次分享的太好了 真正的说 我们是培养孩子的 这种open minded 然后就是自己的学习能力 特别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对这个计算机来的话 说白了 核心核心的话 也是只是给了孩子一个技能 一个能力 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探索 你比如说现在 像Jaws他研究历史 对吧 后来其实历史 其实对他的这个 这个包括投资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孩子 他们已经说是用 用这个AI这个数据分析的方法 开始研究历史了 这也可以大量的 很快的分析很多这个历史的数据 也就是说 有时候给大家比喻说了 其实这个计算机的话 是一个这个以天图龙剑 其实拿在你的手里 就是你又掌握了更多的机会 像Jaws来说 现在变化太快了 我自己也说 也许我还说CES这个专业的话 从这个就业上来讲 可能是 我可能只能估计十年 二十年 可能还是会比较热的 但真正的三十年 从没人能够估计 所以Jaws还说 可能两三年之后 我们都很难估计 对 是这样子的了 其实我们能做的 的确是给孩子一个 以天图龙剑 让他自己去探索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行 那我就先补充这些吧 我你们再接着聊 是这样子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高科技公司 他们的 我们现在这是 这是从科图今年的 2023的这个年度报告里头 结出来的 就是说整个市场 整个全球市场的情况 都是比较低迷 但是可能现在唯一在 就是反弹复兴的 还是属于高科技行业 这一方面 就是说这个行业的话 它的本身的 这个周期来说的话 就是说很少有 从这么多年的经历以来 来看的话 是基本上就是 没有就是说 这种就业寒冬 是从来没有持续到 三年以上的 我们很多人就是会讨论到 之前我们在一个AI群里头 几个大佬们 就是也不算大佬吧 就是几个关心这方面的人 大家会来讨论 就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我们现在是 把这种需求是压抑住了 但是说回复 它没有消失 它只是在延后 并且这个OpenAI 它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给小中小公司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就是说很多以前 一些繁复的一些工作 只有一些大公司 才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 但是现在呢 OpenAI可以助力一些 中小公司 这也是说很多 就是AI的这种创投啊 就是风取云涌的 这么一个原因吧 我想就是请那个 就是呢也聊一聊 它在这一周 刚刚去了亚马逊的 这个创业大赛 它是AWS的 startup的这个评委 它这个创业大赛呢 有来自全世界的这种创业者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次大赛当中 有什么创业项目 是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嗯 我们其实一个 我刚刚投的公司 也加入了 我现在在看很多 AI早期公司 从application layer 到这个基础 infra都看 我现在很关注 我个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有谁在 帮助他们的end customer 帮助他们产生价值 嗯 存在很多 尤其是在这个 硅谷的创业公司 嗯 他们 主要的用户 也都是其他硅谷的公司 但是 这个世界上 大量的经纪是 traditional nonsoftware slow growth 嗯 这样的公司 他们可能知道OpenAI API 但是未必会用 用了之后 可能也未必知道 到底到了production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把控 所以有一家 我们有一家公司 嗯 他是两个 Palantir 嗯 的founder 出来 用非常相似 用Palantir 跟Palantir 非常相似的 这个方法 帮助比较大的 非这个软件行业的公司 用 使用AI 嗯 我觉得 最有意思的是 两点 因为我们当时 在投资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们刚成立了三个月 也没有数据 也没有客户 啊 就是两个创业者 和他们的 这个first hire 过去年 让我这个非常 pleasantly surprised 两点 第一点是 现在这个AI行业 非常火 我的整个pofolo公司 从大大到小的 之前不是AI的 都在加入 他们自己的AI feature 然后对这个AI相关的人才 抢得非常厉害 嗯 所以我发现 最好的 尤其是用小公司 像他们 他们这个 给出的这个offer 和OpenAi给出的offer 完全不能比 但是他们招聘到的人 都是非常 要么非常有经验 要么对这个行业 看法非常fuffle 嗯 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说明嗯 他们能够把最好的人才 聚集在周围 而且这些人 不是为了这个收入 仅仅为了收入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 这么一个未来公司的 这个vision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他们的确 真的在为客户 解决 解决 解决问题 这个说的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尤其是 因为co2在 毕竟基金规模 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投 早期公司的时候 非常关注 到底这个公司 能不能成为一个 不仅是一个 10亿的这个独角 能不能成为一个 100亿的公司 甚至更大 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说 我到底 尤其是做B2B SaaS 我如果要做 100 million AR 的话 我估计至少需要 有一两家 已经比较大的客户 每年给你 一两百万的 这个AR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 AI feature 能够帮助你的 用户产生 如此大的价值 他们愿意给你 来付一两百万 所以我觉得 他们对这方面 想得非常深刻 而且他们是 真真正正的 到了用户那里 帮他们一点一点 解决问题 这个 Doing all of the dirty work Just to l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我觉得这个才是 真正帮助企业 从我们现在 这个科技创新中 获得价值的方法 不是说 以一个高屋建立的方式 说这时之后 这个世界应该怎么运转 而是看到现在 不仅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他们希望运用这个新科技 但是有很多困难 然后能够真正帮 真真真正帮他们解决困难 所以我当时 听到他们的pitch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以前也接触过很多 就是这些创业者 然后你觉得 这些成功的创业者吧 就是你接触过的这些 他们有什么样一些 共同的一些数字 是让你觉得 会让他们在这个行业中 然后能够比较成功呢 我们看几点 第一点就看的是 Clarity of Vision 所以有些创业者 喜欢给我一发发 这个Code Outreach Email 一发发长篇大论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那些 就是三个Bullet Points 但是说得很清楚 你这个公司到底要干嘛 你的这个愿景到底是什么 而且非常convincing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看的是 你到底能不能 尤其是 我们因为喜欢投 我们叫Big Ideas 所以看很多 成熟的Founder 他们不仅是说 未来一两年是有什么 而我不仅我的Act 1 我还有我的Act 2 Act 3到底是什么 我之所以 我之后为了这个远达的愿景 为什么我倒推回来 要从我今天这个步骤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种长期的考虑 能够达到你这个愿景的方式 但是同时就是 尤其是现在这个 日期的AI时代 就又非常灵活 非常Adaptive 他们的Execution又非常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些时候 我们叫Founder三个人在一起 早说的半年一年 也没做出来什么 有些人可能两三个星期 就已经一个Prototype出来了 所以到底 尤其是现在这么一个日新月的阶段 你身处在一个非常 Dynamic ecosystem 你的上游 你的下游 你的客户 你的这个supplier 都可能在变 如果你反应的时间太长了 可能你就落下了 所以接下来看的就是 Execution和这个Adaptive 当然最后 我们也会看 就是比如说 他们是否在这些 我的灯又灭了 他们是否有好的Network 他们对人能不能看清楚 因为很多Founder 尤其是这些Engineering Founder 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创业最开始的想法 是说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Technical Improvement 然后之后好一点的人说 我不仅做的是一个 Technical Improvement 我还要做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再好一点的人说 我不仅做一个产品出来 我还要做 I need to build a company around the product 那么从这个Founder 他的这个身份就开始转变 他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一个创造者 你是个creator 你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产品 给大家用 但是随着你的这个公司 在不断的变换 就变成了一个Manager The company you built end up being the people you hire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在 不需要说这个Founder 从day one they have all of the capabilities you need but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see them growing into their role over time 所以我之所以 我很喜欢投资这个行业 同时我觉得我 至少见两年不会创业 是因为的确 创业不容易 它的确需要 一个非常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需要很多不同的 different pieces Oh my goodness 也有很多辛苦的过程 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觉得我最 最感动的地方 或者觉得自己最 最有最幸运的地方 就是能看到很多非常非常 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然后他们 在这个 navigate the situation 我觉得真是非常佩佩的 真的很感激 自己能够 能够见证这些 这些时刻 是的 Kotu呢 现在就是 投资的这个 脚步越来越快 然后他的这个 投资的阶段越来越早 然后在 在我们参加今天 这次活动的朋友们 然后说不定 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孩子们有好的想法 说不定我们的金主姐姐 下一步 就可以向你伸出 他的援手来 OK 那么 我们也 刚才有三四位家长 给我私信 要问一些问题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直接 打在公屏上面 然后我们大家都 都能够看到你的问题 到时候我会去查找 没有问题 你们都直接放在 那个chat里头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固定问题 我几乎是会问 每一个 就是来我们这里 参加访谈的嘉宾 哦 这个是还 还是六 哦 对 现在说你认识的那些 CS创业大神们 具有一些什么样的 数字和经历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了 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 你对XCamp的孩子们 在学习和未来的 这个职业发展上面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我当时很感激 我有一个学姐 在我大学申请的时候 她给我一个建议 她就是 她这个录取结果 也是非常的极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Top3的名校录取 然后之后只有 在她申请的 另外20多所学校里面 只有另外一所 文力学校录取 剩下全聚 所以她当时跟我说 就是 当然你在高中申请的时候 你去什么大学 就是感觉是 就是天大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你的人生不是因为 你去什么大学 或者你被什么大学选择 而创造的 而确定的 而是你如何 在这些大学里面 继续做你感兴趣的事情 继续搭放光彩而决定的 我自己本身 有看到很多 这个创业者也好 看到很多 就是这些技术人才也好 我真的这样的感触很深 我又 我见过很多 尤其是 非 不是美国出生展大 或者甚至是 出生条件很艰苦 然后甚至都没有上我大学 然后最后就是 自己靠自己学编程 然后找到了 真的是 真的是东 闯西碰 找到了一家创业公司 然后来到硅谷 之后 真的是 一路非常好 所以 当然了 就是 有一个平台 的确会帮助很大 但是 我也见过很多 在一个大的平台上 浪费了很多 很好资源的人 也见过在一些 可能外界看来 没有那么 这个 光彩的平台上 但是做出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做出 真的是做出很多令人佩服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包括我自己 我有点反思 就是 有时候可能 大家会 too tied up on what platform you are on 尤其是在最早 最早的时候 但是 看过这么多 创业者 然后也帮助 我们这个 perfoil的公司里面 hire过各种各样 从entry engineer到非常senior SVP engineer 都 hire过 真的是 视镜子 总会 总会发光 所以我觉得 还是 非常平和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问题 最后 我觉得 就是最优秀的人 他们也都 都认可 就是 很多时候 的确是运气 我当时 其实大学 点 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个college 给我们讲的一个实验 就是大家在玩大富翁的时候 有些人有了两倍的 这个条件 最开始这些 就是有好的 这个starting point的人 他们不停地赢 然后他们问说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赢 大家都说 因为我的这个条件好 但是随着时间 越来越演变 你再问他们 就说 为什么你一直在赢 他说 就是因为我这个 策略好 我自己这个 脑子好用 然后我这个 strategize really well 所以我觉得 就是很多时候 可能大家最后 没有意识到 说 的确 有些人 在因为平台运营 站到了 站到了更高的期限 但是我发现 最厉害的人 而且我们有时候 是最喜欢的 创业者 they're super scrappy and they're just doing whatever they do 而且就是你 尤其是从零创业 或者资源很好 创业的时候 你不是站在一个平台 一个大的平台上 创业的 所以我觉得 的确 尤其是在CS这方面 你手上有一把宝剑 就像查理说的 你真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觉得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时代变得很快 有些人是愿意 不停地探索 不停地尝试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 但是不同的人 对于就是如何 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 是不同的 而且这个的确 跟个人的偏好有关 个人的priority相关 所以我觉得 最后也是 就是对自己诚实 如果我真的就是觉得 我喜欢在一个大厂 然后就在一个 一个部门里面 精雕气着 我觉得那也是很好的 有些时候 就是我真的不喜欢 在很多很多人公司 我就喜欢一个 小小的团队位 然后各种地方 突吹猛进 对吧 然后可能甚至 我把公司长大了之后 也不想继续在这种 大公司 我就想重新回来创业 的确是不同的性格 然后也是创业 尤其是创业 是一个完全的 lifestyle commitment 所以不仅仅是职业的选择 也是一个 就是对生活 对未来愿景的选择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东西是强求不来的 而且人也不是说 出生定 就一直是同样的outlook 在不同的生活阶段里面 也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就是对自己诚实 因为不诚实 然后做出了一些 跟自己性格 尤为的选择的时候 可能最后 反而也未必有 最开始期待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不知道 之后想做什么 那就不停地尝试 然后到 能够让你更好的 发现说 I like this I don't like this I care about this I don't care about that 如果已经有一个 非常坚定的信念 那就 勇敢地去往前尝试 就是未必会 就是大家都会有 各种各样的挫折 但是 I guess that's really worth it 是的 就是不停地尝试 如果说你找到 你自己的方向的话 不要因为短期的 这个动荡 而影响你长期的 这个选择 因为人的职业嘛 都是你有一个 短期的考虑 也会有一个 长期的一些考虑 有的时候 人可能是会 比较容易会被 短期的这种 考虑所左右 而忽略了这种 长期的这个发展 可能作为一个人的话 他本身的这个 人的成长 职业的成长 是非常长期的 然后尝试 然后去找到自己 能力和兴趣 都匹配的这个职业 可能对此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非常感谢 就是的分享 让我们从金钱的流向 行业的趋势上面 也更深刻地认识了 这个行业 我之前看 杜克大学的 计算机进化智能 研究中心的这个教授 他叫做陈依然 他的这个判断就是说 过去三十年间 我们这个高科业的 就业寒冬 从来没有说 持续过三年以上 而且人才需求 并没有消失 然后只是延后 一旦回复呢 这个反弹 是会非常厉害的 确实是如此 我们刚才也分享了 一个 这是抠图 今年的这个报告 它上面也说到 就是全球经济 都不算繁荣 但是在市场上 最先复苏的 还是我们的科技行业 科技行业 这个历次的低谷期 都不会太长 咱们不要被这种 短期的这种摇摆 操控了我们 长期的这个选择 我们还是要看清 这个时代 时代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做好 手上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你 看到这个时代 它究竟是需要什么 我们把事情做好 这样才能 在它复苏的时候 做好这个 出发的一个准备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可能也先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的自己的这个 编程教育机构 我们是全美最佳的 编程教育机构 XCAMP XCAMP的这个课程 覆盖是非常完整的 从零基础 到世界信息学 奥林匹克竞赛 IOI的金牌 然后我们都能够进行 给到一些帮助 已经培养了200多名学生 通过了Useco的 营级别以上的考试 有30人达到了 最高的白金级别 有12人进入了 这个美国国家集训队 还有一个人进入了 美国的国家队 XCAMP呢 在严肃的这种 编程教育领域 为什么说严肃的 编程教育领域 刚才就很想说 就是说 可能我们现在说 AI的这个事情 我有把那个 OpenAI的这个 全过程 全部都看下来了 看完之后 我的想法就是 它替代的是 北大青鸟 但并不是北大 从最深层的角度来看 算法 还有一些 我们所推崇的 这种严肃的 这种编程 然后包括 大数据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无法被替代 而且是需求 会越来越猛的 所以说我会特别强调 说我们这个 严肃 编程教育领域 跟 在包括 Useco 美国计算机 竞赛 这个奥赛 在内 竞赛领域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Xcamp 是全美 乃至全世界 这个最顶级的 孩子们只要想学 我们一直可以提供 最好的帮助 我这里头呢 也把 我一会儿也把这个 我现在好像不方便放 查理 你能帮忙放一下 这个 冬春季的报名链接吗 我 我这里有 我先放一下 我们也一直可以提供 最好的帮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放了 冬春季的 这个报名链接 欢迎大家联系 我们的小助手 他可以为您进行 免费的这个测试 然后确定您 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 为了帮助 大家更好的 了解Xcamp呢 我也 我们也将在 我们也将在 这个 十月 十月底的时候 进行一次公开课 然后主要是讲的 Python的Turtle 和一些算法的一些介绍 我们很快呢 就会公布 正式的这个注册链接 和海报 欢迎大家关注 当然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小助手 打一解惑 接下来呢 是我们在12月初的时候 还会进行一次 完全免费的 Useco的全真模拟题 也欢迎大家 报名参与 我们现在呢 我会把它回到 这个页面上 大家如果说 想报名 可以随时联系小助手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开始我们的QA环节 我把这个页面停在这里 大家不用担心 可以随时报名 那么我现在看一看 大家的提问 我这里有几个 Elly对提一个问题 说 哦 这应该是给Juice的 目前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我觉得 也不算最大的挫折 但是最近很一直在 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学业上 你的input和output 是基本成正比的 其实有些时候 尤其是在这种 像很多这个金融行业里面 有些时候 你花的时间多一些 多到处走走 在二级市场 其实是 还是能够看到 这个关联 但是有时候 在这个创业行业 的确 也不算缘分 但是 很多事情是 outside of your control 所以 同时就是 尤其是我现在在 见很多创业者的时候 其实 我发现 这个行业 它最终不是一个 感觉很多就是 从创业的角度来看 说 见VC 很多时候就是 they're in the business of saying no 几乎就是说 我什么东西不同 但是其实 更多的感觉 这个行业 其实是about you know the business of saying yes 心中怎么样 能够有一个 这个衡量的基准 怎么样保持一个bar 我觉得 这个是我现在 一直在不停反思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东西 不仅是工作上面 也是生活上面 就是什么时候 你对自己 有这么一个标准 什么时候能动 什么时候不能动 遇到了很多 打击和错 如果挫折的时候 到底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外界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人 能够来帮助你衡量 我觉得这个是 尤其是again 说回到我们这个 we'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good judgment 的确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我也会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就是 很焦虑 就会在想说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或者是我当时 决定不做一个 这个不投一个公司 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的确有很多 有很多需要 不停的hustle的事情 这个的确是 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但同时这个行业 的确是 真的是你感觉 上了这个 这个 running mill 就下不来 每天真的要不停的工作 不停的去想 不停的思考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真正就是 惊奇的这个创业者 会从哪里来 然后是你的职责 去把他们找到 所以这是 这个做投资 既有意思 但是有 的确让人很焦虑的 不算不上挫折吧 但是的确 的确 自己在想很多 这方面的事情 我这里还有几个 就是刚才私信 给我的问题 我现在就跟大家念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在哈佛 你究竟需要 多少分的标划 这个可能是一个 高中生家长提出来的 你觉得 你自己在学校的 学习压力大吗 标划当时 我记得我当时 考SAT的时候 SAT还是2400 所以跟大家都不太relevant 学习压力大不大 我觉得 的确 可能就是我现在 回顾来看 觉得说当时 当时还好 但是的确有 非常焦虑的时候 尤其是 当时在考虑 选择双专业 而且我是在 大二还是大三 初上的时候 决定要加数学 所以就一下又 有很多专业的requirement 然后当时又在考虑 就是一方面要找工作 一方面在想 要不要学一个PhD 所以当时有很多东西 需要不停的juggle 但是我觉得 整体来讲 就是这个感觉 就说回来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因为 我并不觉得说 在学校真的有谁 盯着你的成绩看 也没有人说 4.0的GPA 或什么样的GPA 你就是 like you did it the right way 所以 我觉得压力 让我最大的 不是说我成绩好不好 而是说 到底我是 我是不是需要 只care成绩好 还是我需要care 很多其他的东西 到底这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是不是 这些 我到底有没有 仔细考量过 应该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的压力更大 学习感觉整体下来还好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思考 比较 比较 叫做你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挑战 有一位家长问说 我想问一下 国内有什么 你有关注到什么 正在冒头的 这种AI创业公司吗 跟美国那边的 同级公司相比 然后国内的这些公司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最近看 国内的创业公司 没有很多 我们 coach有专门 亚洲投资公司 当时他们也在 国内非常 考虑非常频繁 所以很难比较 这个 但是我的确看到很多 就是中国创业者 在美国创业 然后包括我自己 也很想 能够 找到更多 就是中国的 在美国创业的 这个创业者 然后 我自己本身也在 其实 跟这个话题也很相关 我自己在和很多 比如说在 这些大学 读CS的 undergrad也好 PhD也好 我想很早 找到他们 然后帮他们 想清楚自己 想不想创业 适不适合创业 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我看到很多 就是中国的 这个技术人才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 我就是一个 technical person 我不适合创业 就把这个 忽略的 或者直接把这个 选项排除掉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的确有就是 你对技术感 所以你就适合 做一个CTO 但是有很多 另外的一些场景 是没有一个人 生态就是一个 好的CEO 这个是需要磨合 需要各种各样的成长 但是我觉得 命运要成 我在自己手里 不能说 我就把所有其他事情 贪给我CEO 我自己做CTO 所以我也希望找到 就是能够更早地 找到这些 就是中国背景的 这些就是 学CS的 学生PhD 然后能够帮他们 想一想说 到底创业 适不适合我 我适不适合 所以如果大家又是 比如说在大学 或者在 在读博士的 再思考创业 也可以来找我聊 这个事情 对的 大家听到了 这是金竹姐姐 向你们 发出了 伸出了橄榄 橄榄枝 然后咱们在那个群里头 大家可能已经 都加入了 如果说有想创业的 然后有这方面 比较明确的 这种方向的 然后可以找金竹姐姐 聊一聊 Isabella 然后提问说 有没有从基金 转去创业的冲动 这种冲动多吗 回头看 会不会愿意 在小学中学 补充一些 编程学习的经历 我觉得 目前还没有什么 想去创业公司的冲动 也是 我对我自己 兴趣的一个反思 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了解不同东西 然后学很多 不同不同行业的人 让我 而且我之所以最后 选择做投资 也是因为 虽然就是 Broadly我在看 软件或者AI 但是日新月异 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 在学 而且我 就是like 我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跟不同的 有意思的人聊天 然后从他们那里学 他们到底觉得 什么有意思 这个是我自己 很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 我是更擅长的 所以整体下来 感觉 至少目前 投资这个行业 更适合我的性格 也更适合我的兴趣 但是的确 因为投了 一两家自己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公司 然后我跟 整个创业团队 都很熟 也经常跟他们一起 co-work 的确觉得就是 again going back to 就是真的非常好的 创业者 每次听他们 讲他们的vision 我也觉得非常的 就是 they change how I view the world 所以能够和这些人 一起打交道 我觉得是非常有幸的 一件事情 但是创业 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 我个人的感觉是 除非有一个非常 我愿意247 每天想的想法 和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创业团队一起出来 这个事情 可能 目前还 排不上 牛场 要考虑得非常仔细 才能开始这件事情 Susan问 If you could go back to high school what would you do differently? What would I do differently? 我想一下 我觉得 我可能会 愿意和 我希望我自己能和 更多不同行业 或者不同背景的人 接触 我自己觉得 虽然看着我简历 非常光鲜 但是周围很多 非常like minded people 我们今天 是和我另外一个 Portfolio公司的一个 刚刚招的一个 这个 engineer聊天 他背景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 吹 saxophone for longest time 然后发现 到了大学 发现不适合自己 然后到了大学 就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是去各种各样的 office hour 从CS到physics 到psychology到sociology 他就去问说 你为什么 对这个感兴趣 最后他决定 学了物理 然后之后 又兜兜转转 因为当时正好 这个 GPT1出来 然后可能还开始 开始用 然后觉得这个有意思 慢慢才转过来 我希望自己 曾经就是能够 更多的 跟不同背景 不同 有不同兴趣的人交流 我一直也在想 这个问题 尤其是 在硅谷 的确有一些echo chamber 也自己 我在不停地反思 说我看到这个世界 是不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世界 我到底有没有 看清楚它的全貌 所以我觉得 能够有 这样可能就说 说回到挫折 没有一个这样的 大的一个动荡 说让我彻底重新反思 感觉都是incremental 所以 所以可能就是 当然也不是说 就是 大家高中的时候 都经历这么一节 但是能够看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perspective 去更主动地跟人聊 去问这些非常基本 但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希望我当时 做更多这种的事情 就是还是 其实跟最开始 你说的那个 很相似的一个观点 就是多多去尝试 多多去交流 然后知道 才能真正发掘自己 有一位家长 给我们 给我发了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是给查理的 他问 就是说 史丹利忠 是不是我们 X camp的学员 达到他这样的高度 主要是要靠天赋 还是要 要coachable 就是说 要这个 就是来训练 查理你在吗 我在的 在的 对 对 因为我在 朋友圈里也在 现在和那个 他的爸爸了 他的爸爸 那个中南在 做这个 我们先说一下 史丹利忠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然后那个 查理和他的父亲 也是同事 然后可能 对他最近的一些事件 会比较了解一些 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好的 可能关注的 有些家长已经知道 史丹利忠 他的话 是在刚嗨读的高中 然后呢 有16个吧 腾校 包括这个 UC都把他拒了 但是呢 他拿到了 谷歌的offer 这是一个很 大家很吃惊的 一个事情了 当然 追求到最后的话 就是大家觉得 就是说 UC到底是怎么 录取的这个标准 很难讲 他的GPA很高的 其实应该是 3.92还是397 3.96吧 3.96是吧 然后 这个SET也是 好像1580之类的 就是几乎也是满分 这样子的 就是说 这里边的话 当然就是说 他的 其实计算机也很牛 他计算机也是 过了 USACO GO 当然他没有在我们这里学习了 那和他爸爸聊起来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就是觉得 这个 这个主要是一个 招生体系的透明度 大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来做的 我们现在在追求的是 要求一个透明度 这样的话 才能够 不仅是对 对我们这个华裔的学生了 我觉得包括 印度裔 包括甚至这个西裔和 Black people 当这些 真正透明之后的话 其实对大家都会很公平 更加的公平 对 当然这里边的话 我其实 刚让我的了解 Stanley真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他自己很积极主动 特别计算机特别厉害 自己做了一个APP 这个APP真的 很有用了 很有用 而且做得很好 而且几乎是 自己是花时间精力做的 就像Jaws刚才说的 就是说 当你自己会有了这些工具的时候 当你自己open minded的时候 你有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快的动手 去实现你的一些idea 这个不行 还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而且他真的很passionate 这些都是 应该说了 是真的很难得的 一些素质 这也是我想 谷歌录取他的一个原因了 对 家长们很想知道说 像他这种级别的孩子 是纯靠天赋呢 还是说是一个训练 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呢 应该说 对他来讲的话 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爸爸也是谷歌的网 大家知道 就是其实要对他的帮助 对他的训练 特别包括在整个这个创业过程 的过程中的话 很多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为毕竟是 编程这个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种功课 它是需要一些 一直的科学的 成体系的一个训练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才能够达到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XCamp存在的意义 对吧 如果说是 纯靠天赋能够做到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起码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XCamp Use Code的这个难度 和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信息学竞赛的 这个难度都在加大 对算法呀 对数据结构呀 对这些所有的 这些底层的东西 考察的越来越深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既是因为它越来越火爆 含定量越来越高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 这么一种要求吧 那么谢谢 就也谢谢查理 作为家长呢 我们当然是 很愿意帮助孩子们 给他们一些建议 希望他们能够 就是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职业选择 然后当然就是说 我们经常 作为中产阶级的家庭 我们都会想 孩子的未来 可能你是存在着 适合远方 但是也有 产品油盐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坦率的 说就是说 不考虑孩子的就业 和未来的这个职业 发展的这种建议呢 可能都不算是理性 和负责任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有长线的 有短线的 刚才就是也分享了 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一个经历吧 对于今天所有参与 我们讲座的家庭来说 我们可能就是 不要只看到一时 而是要看到整个未来 看到个人的 一个长线的 一生的这么一个发展 看到社会的一个 发展方向 4S行业呢 从历史的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 也从长期的考虑来看 都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向 今天就是呢 也和大家分享到了 很多 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个投资市场上 这个金钱 是流向何方的 大家都知道 金钱是全世界 最敏锐的东西 钱在哪里 活力就在哪里 相信今天来参加活动的 家长和孩子们 都会有一些 自己的判断吧 选对方向 肯定是说 第一步 你在寻找自己 然后找到 这个合适的 这个方向 那选择对的路 还需要努力 就是说 你有远大的方向 你是如何一步一步 把它实现的 对于大部分的 普通人和中产阶级 来说的话 无论哪条路 都不是一条 可以躺赢的路 不努力的话 可能在这个竞争中 就会处于这个劣势 那么最后呢 我依然用 XCamp的slogan 来结束今天的访谈 那么让我们一起 用编程来改变世界 我们今天的访谈 就到此为止 也欢迎大家 对参加我们的 这个冬季和春季的课程 也欢迎大家参加 我们的免费的全真模拟题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 用最顶级的师资 然后来打造的 这一套模拟题 我相信对所有的孩子 对于选择想学习 想考Youtical的竞赛 和学习设计师的孩子来说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下方大家也可以 就是上把小助手 然后咨询所有 你们想关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度过了 周五的这个晚上 也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 那我们倒数五个数 然后 Isabella提了一个问题 说回头看 愿意在中小学阶段 补充下编程学习经历吗 可能是要就是来回答的吗 我很快说一下 我觉得还好 当然就是之后 因为我学数学原因 也学过一点 也做了一些编程的事情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见过很多 正气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人 他们可能 我一个很好朋友 是个牙医 最近对过去一年 对AI非常感兴趣 我两天前见到他 他说他已经 这个 辞掉了全职工作 现在就开始学编程了 我觉得就是的确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他就问我说 怎么开始尝试创业 我说那你就先去跟各种方式聊 你研究 他想做这个Healthcare和AI的事情 说你就去研究研究 你可能最感兴趣的公司有哪些 然后他跟我晚上 我们晚上就说 我已经迫不及待 第二天早上要去 要去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真正感兴趣的人 编程 大家也知道就是 并不是说 真的是造火箭有多难 真正 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时候 是可以捡起来的 同时我觉得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 的确学校也有一些课程 我自己也试过 也没有特别特别感兴趣 当时 所以我也很感谢 就是你说如果 就是比如说这个 整个的应试环境 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学了很多 对吧 很多就是最后 我最后转达文科之后 也没有再继续做的 理科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也很感激 就是说没有因为 如果我当时 真正对这些东西很排斥 也没有一个外界的压力 说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当然我还没有到那一步 只不过既没有这个 pull也没有push 说一定要做 所以我觉得 整体来讲 我也没有觉得说很遗憾 说没有再做其他的 或者说 我再考虑 如果我当时 真正比如走了这个 编程竞赛这条路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整体来讲 也没有遗憾 然后如果我哪天 真的发现 我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我觉得我也能够 把这个事情 重新提起来 再自己自己去学 是的 所以说学习 不管是学习CSS也好 还是任何其他的科目 就是什么时候都不晚 就是只要你自己是 想对这个有兴趣 想要来做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的 也是 如果说是尝试的话 当然也是像 像就说的那样子 就是尽早的尝试 然后进行所有的 各个方向都探索一下 然后因为你不是的话 你怎么知道 就是说你对这个 是有没有兴趣呢 就是我觉得 嗯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open 一个open的心态吧 然后会让大家 在寻找的过程中 然后能够更容易的 然后找到自己 真的是在乎的东西 越早尝试呢 对大家来说会越好 嗯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倒数五个数好不好 谢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再见 五 四 再见 再见 再见